本土确诊数再降 新增54例本土个案 新北市22例最多 台北市20例 其他县市零星 新增8例死亡 确诊数创下三级警戒以来最低 不管从我们的裁检日研判日 或是发病日 将来看个案数 现在已经相对 在跟前一段时间来比 这段时间是相对的低点 一步排除和星期日 裁检量第一有关 指挥中心也公布 十到十九岁重症 有三位有申其锐德西韦 其中一名是北部十多岁女生 家中有长辈确诊 六月十二号发病 咳嗽 吞咽异常 同天确诊出现双侧肺炎 他的胸部的光是显示 有双侧的肺中叶跟肺下叶的肺炎 没有危险因子 也不保证你一定不会重症 氧气的交换受到肺炎的影响 我们的血氧浓度就会下降 疫情稳定 要凭施打率 指挥中心被爆出 日前针对规模千人以上 和百人以上 中央机关有意愿的人造册 提到无法选择疫苗厂牌 被质疑是为国产疫苗铺路 陈时中驳斥 预先的准备 预先的一个准备 并不是用这个来当作施打的依据 疫苗进展 陈时中也曝光 鸿海和台积电新进度 强调进度双方很满意 还有许多程序必须进行谈判 若能采购顺利 能让更多人施打 冲高 整体保护力 3D新闻林明达 岁本珍 台北大